跟著大戶走財富一定有 我是李思錦 歡迎收看大戶羅盤 籌碼動能 我罵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這間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 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後幾班士兵 好 我們看今天的盤 大盤今天中場下跌311點 歐利息跌2.59點 好 同朋友其實今天又怎麼樣 又是一個重挫的格局 那重挫 同朋友其實有時候 你看到這種狀況 就這種整個崩下來 整個崩下來 基本上九成的股票都在跌 它一定有事發生嘛 那又發生什麼事了 同朋友 其實現在的事情就兩個啦 一個叫做 歐物戰爭的地緣政治 一個就是疫情啦 那疫情 同朋友這個疫情 剛剛我們這個 陳部長已經宣布了 今天8822嘛 不過還是一樣 那個很多都是輕症好不好 大部分都是輕症 所以呢 所以都輕症的狀況下 怎麼說現在連實名制 今天實名制已經開始結束 你知道嗎 就是以後 不管去哪邊 已經不用再刷那個實聯制 所以呢 所以就這部分的話 其實 應該後面慢慢演變就是什麼 就是疫情流感化 然後呢 然後就是 以病毒共存這部分 當然這個每天數字很多 這個其實我認為大家還是會害怕 好不好 那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當然就是造成 昨天美股大跌的原因 什麼原因 那個俄羅斯 俄羅斯這邊他威脅說 你在提供烏克蘭武器 我要丟核彈 核彈丟下去的話 到時候可能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同朋友也就是說 像這種威懾的話語出來 其實會 整個崩下來 其實主要就是 俄羅斯他威脅說要丟核彈 然後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同朋友其實就這部分的 當然這種地緣政治 他到底會不會丟 我也不知道 最好不要丟啦 如果丟的話 同朋友那種丟核彈沒有輸贏的問題 沒有輸贏的問題啦 只要丟下去的話 基本上全輸啦 大家都輸啦 好不好 丟的也輸輸的那個 你有丟的也輸啦 被丟的也一定更慘嘛 同朋友其實那種核彈不是說 比誰多顆你知道嗎 不是說什麼 我有幾百顆 八百多顆 你有六百多顆 我比你多 怎麼樣怎麼樣 不是耶 一兩顆下去 基本上整個完蛋了 所以就是整個市場上 其實這種 同朋友其實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比較偏系統性風險 那很難分析啦 那很難分析的話 這個牌 他把它比較偏弱勢 那比較偏弱勢的話 有這種訊息出來 就是就變這樣子 但變這個樣子的話 同朋友我個人認為啦 雖然說你就整個指數來看喔 他還是算蠻糟糕的 因為一直怎麼樣 一直是低點破低 高點不夠高 但是今天有拉下影線 而且如果說你看盤面的話 盤面的話其實他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 多空並存的格局啦 同朋友 多空並存的格局啦 跌的股票很多沒錯了 但是 其實還是有漲的股票 甚至還有一些持穩的股票 那 怎麼樣去看 我現在我們在昨天裡面 節目上有講到就是 多方的當然 不管大盤至於往上漲的 法人籌碼持育還在的 我認為就是 如果說有震盪 遇到這種 這種奇怪怪的事情 怎麼丟核彈 第三次世界的彈 整個崩跌 那我不管好外股 全部都開很低的情況之下 那一種股票 不管大盤在往上 就是大盤現在是這樣子嘛 所有均在往下壓嘛 對不對 都向下了嘛 如果說他的方向是跟大盤反向的話 那我基本上就是強勢股嘛 那強勢股 後面一般來說啦 同時 跌 跌 今年一開始就開始跌對不對 今年嘛 既然是四月嘛 同時這個是 一月嘛 二月嘛 三月嘛 從一月開始就一直跌 同時你覺得他會從年 年初一直跌 跌到年尾嘛 不會啦 他不會跌到年尾啦 後面他跌到一個程度 他就會拉起來啦 那拉起來這個狀況下 後面到底 如果說盤開始拉起來了 大盤千金潭個股一片天的情況之下 到底哪些股票他會走出一片天 這個狀況 現在我們在過去也分析過很多次嘛 就是 現在 逆市了嘛 現在抗跌了嘛 那不是 現在逆市抗跌 然後甚至說他有機會怎麼樣 有機會過高的 甚至說 他可能會過高這一種 準備在前波干的附近 準備要過高這一種 他就是後面的主軸股嘛 那也是如果說以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比如說像我們昨天提到資深 其實昨天他還沒什麼問題 你知道嗎 那沒錯吧 他基本裡面是夠的嘛 特斯大部分嘛 昨天特斯大是跌 沒錯 然後特斯大跌跟車子沒關係啦 是馬斯克要去買推特 還欠錢啦 欠錢大家都想什麼 欸 你要買推特 你好像不夠錢喔 所以呢 所以你是不是要賣股票了 你賣股票超有錢去買推特嘛 所以呢 所以與其你賣股票 把錢抽出來 倒不是怎麼樣 啊 我知道你要賣股票了 所以我先賣 所以昨天特斯大是跌這個東西啦 不是跌什麼什麼 什麼電動車相當下好不好 不是啦 那特斯大的財報基本上算不錯啦 好不好 他是跌這裡喔 那跌這裡的話 今天這種狀況 他也跌啦 不過 同朋友 你說真的 這個下影線拉很長 那沒錯吧 下影線也拉得出來啊 而且呢 而且 那個均線 同朋友 你用看了你就知道 我們不要管什麼大盤 說什麼 不要管台積電 這種比較偏弱勢的大型圈子股 你光看整個 行的話就是 他還是 他還是多方啊 他月薪也沒有破啊 不是嘛 所以這種強勢股 強勢股拉回 我的看法就是強勢股拉回是 怎麼樣 拉回就是多留意啦 甚至於啊美漲美漲就是有殖依保護嘛 他不是 他是有殖依保護的公司嘛 對 還有3塊1的殖依嘛 所以所以就是不好 我認為就是像這種喔 其實不只他啦 不只像自身啦 還有一些網通的啦 中壘啦 致意啦 起雞啦 這種都是什麼樣 這種都是最近投信在買 然後呢 然後大盤間諜 他也是漲他的 然後均線也是一樣啦 就是多方的 就是均線都是上揚的 如果你要看偏多看喔 或是說後面基本上會領先展 應該就往這個地方看 好不好 然後像這個美食 好不好 基本面沒有問題嘛 對 上禮拜五之前是這樣子的嘛 啊禮拜一開始往下掉嘛 啊禮拜往下掉 過一個禮拜 基本面會大幅改變嘛 不可能嘛 所以呢 所以改變是什麼 改變是市場上的信心嘛 對 因為 因為 聯準會很鷹派嘛 然後遇到什麼 又遇到 又遇到 什麼第三次世界大戰風險這部分嘛 那我們就是跟他說這種掉下來 但掉下來線型轉弱 不過線型轉弱 基本面沒問題的情況下 基本面沒問題的情況之下 多方的下一個集結點在哪裡 季線嘛 月線破就往下調徹啦 對 就是季線嘛 那如果說你看到今天為止的話 有沒有 他季線在這裡啦 紫色這樣 深藍色這樣是季線嘛 季線 在110啊 今天最低111啊 所以呢 所以就是 月線破先往季線這邊靠 所以像這種就是 如果說基本面沒問題的話 他靠到季線這邊 我的看法是 你也不用再殺低了 甚至搞不好這邊就是什麼呀 搞不好這邊就直穩點 雖然說這邊投信是在賣 但是呢 但是投信的賣盤 外資是在接的 好不好 同時像那種看外資在接 我知道你可能想說 外資在接會不會短線外資 當然 短線外資也有可能 但是呢 但是如果說你知道看 投信的那個法能買盤 比如說 欸 比如說一間外資買很多 到底是真外資還是假外資 當然假外資就很簡單嘛 我們凱基台北人GAY嘛 對不對 土城有你嘛你GAY嘛 那除了這部分以外的話 你就去看他到底有沒有三間外資以上 比如說什麼 那個摩根大通 摩根斯天利啊 美齡啊 對不對 就是你只要下去看 欸 他如果說有三間外資以上的話 基本上就是真外資 因為一般外資在開單 他會開三間以上 他不會只開一家啦 好不好 比如說只有一家 哇 那個什麼瑞士信貸 啊這個HFUN 啊這個HFUN 啊做雷算 啊 這邊衝來衝去的啊 所以就是如果說要三家以上的話 就是真外資 那你如果說你看美食的話 投信在出沒錯 因為像我昨天跟大家報告 這個可能是要幹嘛 應付贖回嗎 因為他沒有跌到啊 不是嗎 他就沒漏到啊 沒漏到掉下來 外資再買 那外資再買 其實這種 這種股票你覺得 說真的啦 大部分的外資 應該這麼講啦 有三間外資以上就真外資 甚至於那外資怎麼來的 啊外資怎麼來的 外資 外資基本上應該是公司派的啊 公司派這邊的嘛 所以就是怎麼樣 應該就是公司派有在接 因為這公司派是偏多的嘛 不偏多的話參加是幹嘛 然後藏給這會多啊 啊現在遇到什麼 現在遇到這種奇奇怪怪的狀況啊 什麼怪都疊啊 不是嗎 所以像這種 比較OK的 測到季線 有沒有測到季線 基本上就是另外一次 多方的集結點 我都還是可以留意啦 那這長榮 長榮 不是出這個新聞嗎 昨天的馬斯基 其實調整全員猜測嘛 頭朋友馬斯基基本上是很保守的公司 他是算保守公司 所以他會調整全員猜測 基本上就是這個 海運幾乎基本上OK的 海運幾乎OK的話 長榮經理事長 沒錯吧 140這邊他是有在守的嘛 但是頭朋友 你要記得一件事喔 以今年的狀況 今年馬斯基還是看好對不對 雖然說他可能 他說可能下半年開始 因為現在 如果說上海這邊開始解封的話 到時候運價會再衝高嘛 然後下半年可能會再 再回落到一些屬於到正常的水位嘛 有沒有 馬斯基沒有新船 馬斯基今年是沒有新船的 長榮是有新船 所以如果說 這部分運價在 可能第二季或第三季 這方面還維持在高檔的話 有沒有 那有新船的基本上可能會賺更多嘛 所以長榮的爆發力基本上是 應該是高於馬斯基的啦 然後馬斯基就調到全財的 所以航運的部分 我的看法應該是 沒什麼太大問題 然後像這個台辦 好不好台辦 台辦已經也是長的啊 也一樣啦 同朋友你可以看啦 就是 月線跌或 往下一個支線測 往下一個支線測的話 東英格就拉到紅黑棒 今天大盤跌300多 他還是紅的啊 不是嗎 所以同朋友 有時候你要去想想看 為什麼 大盤這麼差 情況之下 那個K線 會是紅的 甚至於為什麼這個季線 這個地方會頂住 一般來說啦 都是 季線這邊 會重新集結 差才會這個樣子的 所以就是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啦 就是大盤跟 各股哦 你可能稍微分開來看 你不要後悔一談啊 你大盤這部分 你 整個國際情勢狀況是不好的嘛 資金還是要回流美國嘛 那資金回流美國 賣的一定是賣台積電嘛 台積電 台灣就是加權股價值數 只要這種大型全資股 如果不會動的話 基本上他就不太會漲 但是各股方面其實不太一樣嘛 有的是什麼 有的是內資跟外資不同 外資天天賣嘛 投信天天買嘛 投信 投信又不是外資 投信是內資嘛 所以像這套股價都是什麼呀 都是有一些內資的色彩 我個人認為啦 雖然說盤很鳥 但是呢 強弱股這個地方 你還是要稍微分出來 然後這個 今天也跌啦 不好跌 然後再定價 定價本來就不太會拉 不太會拉定完 可是看法還是一樣啦 定完定完就會漲 不然到時候誰要認 然後 你巡價圈購 你就參考去年那個 光照啦 光照那時候 4月29號辦 那個刷發CP的時候 遇到什麼 遇到三級警戒 哇 也是漏到虛咧 那時候大盤跌了一萬五耶 也是跌翻的 光照那光照 也往下跌 哇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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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但是呢 但是 後面 巡價圈購的時候在哪裡 巡價圈購的時候 是創新高的 好不好 就是掉下去 啪啪啪整個上去 好不好 看法一樣啦 所以呢 所以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 有時候股票跌 你就不會那麼怕 好不好 你知道他在幹嘛 你就不會那麼怕啦 雖然說 這個過程裡面 就是 其實怪怪事情太多了嘛 對 你要丟核彈 要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個股票 股市一定跌的啊 難道不會跌嗎 難道 哇 台股得用 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防護罩 那個什麼 什麼核輻射 什麼都不會進來 沒有可能的事情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就是 大盤 還是很鳥 我也沒跟大家說什麼 大盤 什麼 會V型反轉什麼之類的 能穩住就歐彌陀佛啦 不過 就好像穩不太住 但是呢 個股有沒有穩住 有些個股已經開始穩住了 那有些個股開始穩住的話 我只能跟大家說就是 這部分 有些穩住的 你就多留意 當然 什麼時候要加碼什麼的 我會再通知你 好不好 現在就是怎麼樣 現在就是 盤還沒有很穩的情況之下 手中 留點資金 好不好 留點資金 等待後面的 時間點 時間到了 我會叫你加碼 好不好 所以呢 所以還是一樣 有操操方法 就有貨戀耶 就有下一次 好不好 心法也是一樣 跟著大戶走才不定有 那同朋友 大戶是有在廠商的喔 你看什麼都沒有 有些大戶 有些短線衝來衝去的 基本上 他就是每天衝來衝去 但是呢 但是有些做波段的 其實他是沒出場 好不好 他沒走的啦 所以 不用看阿賣的啦 好不好 喜歡分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按下小鈴鐺 我們節目更喜歡 第四間推播通知你 我今天會不會分享到這邊 從馬 動足先機 動能掌 我今天祝大家明天超順理 連結 拜拜 華觀投庫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效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提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神仙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華觀投庫104金管投庫新字第009號 iz patreon. Marvel 都不知財務利益 我們在這一次 發行人 divided 今